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 专家说花期褪时很正常 青蛙上街很正常 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 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 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 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 灯杆倾斜 天边发出异光 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 向末日降临 我拼命冲下楼 地面像主废了一样抖动 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 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 慢慢地才知道 都江燕死了很多人 北川已封路了 血浆都不够用了 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 纠结出热情最为猛烈 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 次日清晨与唐建光 正处进到北川 可是 我在北川一中 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 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 竟没有倒塌 我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 且见渣里面没什么钢筋 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 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 她已不太哭地出声 直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剑渣 看 那是我娃娃 手还在动 她还没死 但是我扯不出来她 那个情景令人崩溃 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 碎花衣服的一角 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 她们中很多还在动 可按部队命令 我们不能上前 因为过去的废墟 不能轻易占人 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 与那些石头一起 慢慢变了 而我们无 能为力 在此之前 我还是个爱国青年 我相信 生活的很多不幸 是敌对势力造成的 我在囚评里 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 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裕 我骂过 CNN长了口提议 因为地府来说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 我也不反对抵制迦勒福 觉得这一个侧面 也可唤醒民主意识 我家离美领馆很近 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 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 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 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 我很困惑 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 但开始明白剑渣里的钢筋 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 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 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 我更困惑的是 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 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 我认为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可另一方面 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 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 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 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 如果晚年写字传 我会以2008为基点 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 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 天天在北川山里晃 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 无疑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 远好无损 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 最后 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 翻过三座大山 逃到山外 我问过校长和老师 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 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 工程兵出身 修建过程中 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 他能从声音里听出 有没有多掺沙子 原始比例 水泥标号是否匹配 如果不合格 就责令反攻 老师告诉我 那些日子工 地上除了施工声音 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 除因质量问题吵 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 因为 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 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 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 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 终于成功追款 修起了操场 大地震发生时 正是这个操场 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 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 才修得这么坚固 这个监工说 不 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 我又得知 这个监工建立了五所学校 在那场大地震中 奇迹班地无意垮塌 他说 没什么奇迹 所谓奇迹 就是你修房子时 能在十年之前 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 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 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 岂是涉黑 前两年的一天晚上 他打来电话 说 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 老婆也离婚了 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 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 这是非之地 在北方找一个工作 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 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 肯定会变化 我持续四年的困惑 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 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 今天是汶川大镇四周年 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 巨燕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 在我看来 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 就是敢于抵御外敌 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 这如同你爱你们村 不仅表现在 敢于同别村墙水源时打架 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 爱护资源 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 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 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 勇敢跟别村打架 这不叫爱国主义 这叫永当家丁 所以我认为 勾引东是十足的爱国者 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 可他救了很多孩子 他应当得到彰显 可弘扬名望的舞台 被骗子占领着 我在灾区一月见闻 多少骗子 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 我们深爱的国家 正在逆淘汰 逆宣传 逆袭真相 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 宣传着一些骗子 这个爱国主义 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 武再次强烈于阵 揭命令必须外撤 走了几公里 撤到山口 时正碰到央视张全林 在时空连线 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 被射进镜头 刚到山下 一个素以厚道 著称的央视记者 打来电话 你呀真会出风头 没事你跑北川干嘛呀 抢我们抬镜头 我说 日你妈 绝交至今 一月后 回京碰一注名央视 仁义大哥 聊起豆腐渣工程 我说 贪官 该杀几个 仁义大哥 深邃地看着我 中国的事情 要慢慢来 否则又会乱 毕竟重建 还要靠他们呀 又过三年 我不小心批评了 尼平共和国脊梁 该命 仁义大哥 电话里吃 你呀骂人 你大姐干什么呢 他可是好人啊 我在乡党书展 调侃于 但于秋雨伪善 仁义大哥再吃 想不到这几年 你变成这种人 陈鹏 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 不能见政府 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 仁义仁义大哥 现在大家天各一方 形同陌路 他那些不知是 矫躁还是表演的 关于公平正义的话 在微博流传着 星光灿烂 粉丝推崇 以及类似仁义大哥 这样的爱国者总说 不管国家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 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 我觉得这是个并据 我爱这个国 可我不能去爱 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 更不能去爱 给学校修豆腐渣 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 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 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 毒牛奶 特别是汶川大地震 我对爱国主义 重新定义 爱国主义 肯定不是一边说 是外人抢劫了我们 一边亲自掠夺 国人财富的主义 不是一边说 恶灵让我们石油紧缺 一边派出发改委 执掌不祥的主义 不是一边号召 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 一边在大地震里 让很多的母亲 被欺负的主义 他们看得见 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 却无能为力 那天我发了一条 很爱国的微博 爱国主义就是 你并不拥有一寸司土 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 这情形 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 拥有一分存款 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 而且 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 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 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 纷纷斥责 我为汉奸 我认为 这又是个病剧 在中国官不至厅局集 财产不过一个亿 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 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 又说我是带路党 可是不拿几张绿卡 儿女不开着法拉利 在名校上学 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 哪有资格带路 还有说 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 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 我就突然想起 爱国者取笑了 你妈 谁见过这么下毒手 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的不反对打黄言的 可反对只打黄言 不打黄贼 可爱国者逻辑是 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 打黄言迫不及待 对此 我只有一个解析 多少黄贼 假打黄言之名逃于法网之外 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 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 可日本人打来时 第一批参加了汪伟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凶大鸡 其实很难证明真伪 说实话 这三十年 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 至少近期不太可能 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 所以 那些组织义勇军 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 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 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 是给孩子修校设时 少一分回扣 多几根钢筋 爱国主义 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 多见些食用农舍 爱国主义 是少喝点爱心茅台 多吐槽些省事真言 爱国主义 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 多公布些市区的名字 爱国主义 是能让国民 在这个国自由迁徙 念书 而不是平民子弟武政齐全 才能就读京城 爱国主义 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 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 重要的 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 更重要的是 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谎言 以我军威武几牌炮 就打成粉机 收回师的指日可待 以壮国威 重重问川 多少魂灵再飞 不成钱毕后 均将空腹铭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 所以 我在乎庞大的领土 多一个小岛的名字 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 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 世卫写在5.12的爱国帖 我从每个月一天都没见过 这次回到我们下回归数万亡灵的纪念碑上